在我们舞台前方的帅哥美女老师们 他们是来自我们的home joker 法国号重奏团 那他们都是很喜欢法国号的一些演奏者 那年龄呢 说从25岁到50岁都有 这里面看出来最年轻应该就是这位白头发 25岁 非常可爱 那他们呢 其实会在每个星期三 晚上会有固定的一个团练 而且是风雨无阻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学习呢 互相的交流 而且也会做一些基本的练习 也会参加很多的大小活动的演出 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现场呢 用这么好听的法国号的音乐 来跟大家做一个午后的开场 我们今天请掌声欢迎 谢谢我们的home joker 法国号重奏团 好 来了 主任去买东西回来了 我们来等于要这个主任啊 好 那利用主任在等待的时间呢 我想今天的活动现场有没有不同的表演 就像我们刚说的我们这个法国号的重奏团之外呢 我们也有国标舞的演出 也有印度舞的演出 还有扯林队的演出 所以呢今天我们现场这么多的好朋友 不管是在地来的 或是四天连假 今天是第三天了 对不对 那么来到我们的新北投车站 你都可以感觉到满满的那种度假的氛围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由我们的帅气的主任 让我猜一下主任应该是里面最年长的 五十岁这一位 好 哈哈 开玩笑的 我们团队年龄平均很多 各个不同的阶层 但是因为喜欢音乐能够聚集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一连唱的音乐 主任说要亲自来介绍给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 好 谢谢大家 怎么他们不玩吧 我以为要拍手 好 你们今天打得很久对不对 那应该拍手都会议集很久 我们还是点字 好 我们今天带来一个视频子 那个法国号成作团 大家知道这个叫法国号吗 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 哦 这个是法国号 其实我们在最近的学校叫复兴高中 我自己是复兴高中的部队 那复兴高中有拐乐团 然后拐乐团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里面就很多乐器 一般女人想说 诶 西洋乐器应该是 大力琴 小力琴这些乐器 现在这几年比较多 比较丰富的是拐乐团 拐乐团里面有像树笛 然后大家常见的长笛 法国号属于是同管乐器 同管乐器应该有什么像了吧 大家听听看多 啊 长号 诶 啊 比较少见像兔法第五 和兔法第五 那我们今天是纯法国号 法国号在乐团里面 属于一个中英乐器 可是诶 法国号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诶 马谷斯那一店叫什么 马谷斯那一店 里面有那个很多英雄 对不对 你们知道哪些人吗 例如说美国队长 那我们记得 然后绿巨人啊 他还有什么 钢铁人 对不对 那我自己呢 每次在介绍的时候 我都想说 你如果喜欢当班长啊 喜欢冲锋陷阵炮 第一个啊 那你就是 学小号 小号乐乐器就是主要的 领导乐器 他那个是什么角色 像美国队长一样 但是他就是凡人 他就是一般人的 一般人普通的人 跑得快一点 跳得高一点 另外一个人叫有钱人 像我那肚子那么大 跟有钱人那样子 有钱人吹什么 吹法国号 法国号这个乐器呢 你会发现很多英雄啊 他那个电影 每次乌云密布 这个世界末日 所有人都死光了 那个 美国队长倒在地上 那个绿巨人也缩小了 没力气了 那鹰眼那箭都射光了 他们觉得完蛋了 世界灭亡了 这个时候 天空就有一道光下 他就有人飞起来 就叫什么 钢铁� 当所有的人都绝望的时候 一个英雄的力量 这就是法国号的音色 待会我再跟各位多多介绍 不同作曲家 对于法国号的想法 那我们带来第一种曲子 叫做 stron 巨人 這是一個日本作曲家寫的曲子 他叫小林建太郎 他特別為法國號承奏所寫的曲子 為什麼叫巨人呢? 因為他們覺得法國號不單是一個英雄的挑戰 而且是非常偉大 HUGE TITANIC 鐵達尼號知道嗎? 鐵達尼號 TITANIC 就是巨人 巨道 雄偉的意思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曲子 有點電影音樂的感覺 謝謝大家 謝謝 這首歌是尼號 首歌都是一首詞 也輕易打擾 一首歌是尼號 左右的二首片 兩首歌 紫巨人 與四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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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